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做列表这块的布局 其实它和专题这部分的代码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只是再走一遍流程 打开我们的代码 首先第一步我们打开home目录下的components目录下的list.js 在这里面我们做页面的布局 那我们这块呢怎么做 咱们看一下页面的情况 它呢最外层有一个容器 好,简单的一个DIV就可以了 然后呢有header,有这个描述 还有右侧的一个图片 就我们这么写 最外层呢我们写一个DIV 或者最外层我们都可以不写啊 当然写一个也OK 我们叫做listItem 好,当然呢你要从哪里去引这个组件呢 import listItem from上级目录下的stil这个文件 好,stil文件里还没有这个组件 我们一会儿再去定义 它呢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这里面会有一个image标签 OK,我们可以找一张图 我们就用胡歌这张图吧 好,复制 粘贴 然后它还有一个区块 放左边的这些内容 我们叫做listInfo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随便起啊 不是固定死的 好,我们呢也从stil里去导入这个listInfo listInfo这块呢 它分为上面的标题和下面的描述 那在底下的这些iconFont的内容呢 我就不带大家做了 大家可以自己来完成 之前呢我们在讲上面的内容的时候 都给大家讲过iconFont的使用方式 好,它呢分为标题和描述 那我们就来写一下 这块我们写一个h3 它是一个标题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描述 我们叫做p标签吧 把对应的内容复制一份 复制一下标题粘贴过来 再去复制一下描述 可以 回到页面我们来看啊 好,它说你的这两个组件 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我们需要定义listItem和listInfo 打开stil.js 也就是home下的stil.js 我们来写一下 .div 它是一个div标签 它呢padding上下给20个像素 左右呢0 看哪里写错了 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多行的 组件 好,继续 然后border-bottom epxsolid 我们给它一个dcdcdc 保存 listItem就这么一个内容 它下面呢会有一个image标签 我们给image标签加个classname 等于list-peak 或者就叫peak都可以啊 我们来写下这个peak的样式 它呢 wide是125px height是100px 然后我们让它display block float right 好,既然它浮动了 那么我建议你给by层的这个元素啊 都要加一个overflow ident 继续啊 我们回到页面先看一下吧 它说这个list-info 我们刷一下啊 大家看 list-info还不存在 所以呢你还要做一个 list-info 等于still.div 我让它的wide是500px 因为一共是625 减去右侧的125 它剩500了 然后呢 它float left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来看 这样的话布局就出来了 我们稍微做个调整 peak给它一个border redis 10px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一个h3 一个p标签 我们分别起个名字 classname等于title classname等于dsc 回到样式 title 它的fun size是18px 然后呢 我已经测好了 land height 是27px 还要加一个粗 fun weight fold 保存 回过来 我们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的 它的颜色是333 再来看dsc fontsize 是13px land height 18px color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记不得了 打开这个官网来看 24px color是999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啊 大家可以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好 这就是我们的 一行的信息 当然呢 你可以看到 上面其实少了一个横线 我们应该把 这个社会热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专题区的底部 加一个border 所以呢 我们找到专题区域 也就是上面的这个 topic item 这块 或者topic wrapper 这块吧 加一个 border epx-bottom epx solid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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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再回来 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好多了 我们呢 需要多个这样的元素 所以点开list 我们粘贴多个list item 这个时候肯定会报错 因为呢 gsx要求最外层 只能有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div 包裹一下内部的list item 保存 回来 刷新 没问题 两个 我们可以再加几个 都是ok的 那么我们说啊 到底有几个 这个数据应该存在store里面 所以呢 我们到 这个home目录下的store文件夹下 找到reducer 在这里面 我们定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list 或者article list 它也是一个数组 当然呢 经过from.js包装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 immutable的数组 同时里面的这个对象啊 也会变成一个 immutable的对象 它呢 也会有一个id 比如说1 title 我们把对应的内容拿过来 叫做胡歌这块的这个标题啊 然后它有一个desc 我们把它的描述拿过来 ok 它后会有一张图片 叫imageurl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图片地址啊 粘贴到这里 然后呢 这是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多来几个 id呢 你要变化一下 好 我们有四组数据了 然后呢 我们要这个列表啊 它显示的内容不是写死的 它要从这个reducer的数据里面 拿到数据做循环 怎么做 import connect from react -redux 然后这块 我们写成 connect 包装出一个容器组件 这块写一个 mapState true props 那简写就是mapState 好 当然你要定一下mapState 它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的结果 一定是一个对象 它呢 可以拿到store里面的数据 我要拿什么呢 保存一下 咱们先看这个store 现在里面有什么 打开redux 我们看state home下面 有一个article 好 所以我要拿的是article 我把它放在这个组件的list里面 那我们去取state.get 先找到home 再去找到article list 好 这种写法呢 可以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写法 把两个get连在一起 写成get in 这里呢 传一个书组 我们要取home下面的article list ok 这么去写 也是ok的 而且更简单 好 mapState写完之后呢 这个组件就有能力获取到这个list了 怎么获取 constlist等于 list.rops ok 所以list.rops.list 就是store里面的这个article list 有了list之后 我们就对list的内容进行循环 所以这块呢 我可以这么写 写一个jsx list.map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它都是有些套路在里面的 写过几次熟练了之后就很简单了 好了 return一个 内容出去 这个内容是谁啊 就是这个list item 当然你可以不写这个 正好 都是ok的 写上更好 好 src 我们干掉 把它替换成 item.get image url title 干掉 item.get title 这块 我们写成 item.get desc 好 当然呢 做循环的时候 不要忘了k值 最外层的标签上加一个k 它等于item.get id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上 刷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的问题 页面依然可以运行起来 它有四组数据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下面的 我已经删了啊 我们看reducer 因为reducer里面 我们就有四个数据 所以它就会展示出四个数据 说明一切都正确 好 写到这呢 我们再点一下搜索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搜索有点问题 它的背景色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 加一个背景色 找到我们的header组件 点开common 下面的header 下面的style.js 我们呢 往下翻 找到 search info这块 我们可以给它 加一个background 背景色是白色 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上 刷新 没问题 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解了 同时呢 我们再做一下代码的优化 我们打开之前我们写的 pages下面的home 下面的components 下面的topic 在这里呢 我们之前用的是get 然后在get这种连写 实际上这块 我们改成get in 里面写一个数组 home 逗号下面的topic list 然后把home这块内容 干掉 这样写更漂亮些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时候啊 大家打开我们的 网页上的控制台 你会发现 它会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来自于哪呢 reactor中说 或者说eslint里面 有一个要求说 如果你用image标签 你都要加一个out属性 我们可以填一个空的 这样的一个out标签就可以了 好 它要哪里用了呢 我们说list这里 也用了image标签 所以你也给它加一个out 还有我们的这个 home下的最外层的这个组件 index.js 不是store的index.js 而是home下的index.js里面 有一个home left 最顶上有个banner image 你也给它加一个out的空 保存 再回到网页上 这个时候 控制台里什么错误都没有了 写到这儿 我们的布局 基本上就带大家 把左侧的内容写完了 那么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左侧布局我们写完了 右侧部分的内容 比如说七日热门这样的内容 还有推荐作者这样的内容 需要大家自己在课下 把它编写完成 那编写的逻辑和左侧的 这两个组件的逻辑 一模一样 大家在编写作业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之前讲的课程 进行一个完整的复习 好 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